慢慢也要把它看懂了 那我就发现到 我真正要学的本事呢 是从英文说明书里面 学到了 那菲律宾传言呢 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 他全部都懂 他怎么会做不好 所以那欧洲人 讲菲律宾就是这个 那讲到台湾呢 其实台湾的传言以前 我在做的时候呢 菲律宾只是我的薪水的一半 中国大陆薪水 是我的三分之一啊 那现在呢 菲律宾薪水 东南亚最高了 中国大陆也超过台湾了 现在台湾变成老三了 我说这怎么干的 我认为 航商的眼睛是血量的 品质决定你的高低 如果你没有品质 你想再混的话 我希望传言 你不要糟蹋传言 这个行业 让行业有竞争力 那你要拿本事出来 以前在我这个年代呢 使命靠劳力干 还能闯出一片天 现在我们同学 如果这个年代 如果还抱这种思想的话 那你太慢了 因为历史是不会等你的 你必须把 清楚的知识学好 所以我看上几个老师讲的 希望大家把英文提升 可说英文已经不是一个专业了 这是你必须的工具了 必备的工具 所以这点呢 我希望同学 早一点以后 自己提升自我竞争力的准备 那这个就是 六千五的电已经跑不掉了 还有这个 LNG跟LPG传业的培训 2011年吧 2011年 我带学生去参观台大三号 台大三号的总经理呢 那个时候是日本人 叫做这个 Yoshino-san Yoshino叫吉野 他的副总经理呢 叫Miyahara-san 叫公园 那我们去的时候呢 是台湾的一个驻驻船长 特别希望我们学要去参观 我就带着学生一起去 学生一起去 那他讲的上面 是高级船员是印度 下面船员是 菲律宾 菲律宾 结果呢 我去了就挑了一位 能力比较强的几个学生 我说你们跟这个 Yoshino上总经理 他是尼米 现在是台湾辖尼米课的总经理 那学生就跟尼米课来谈 上船以后又跟船长 这个印度船长在一起谈 谈得非常愉快 那我就问这个 游戏标上 不是游戏标上 游戏标上 你看我们台湾船员 如果来上迪米课的话 上这个台达 其实台达是中油占48%的 最大的 NYK占26% 米兹义占26% 是这样子的 但是中油的船呢 台达1号跟台达4号供应台湾 所有的天然气是这四艘船在供应 这四艘船是日本人在指挥 印度人在掌控 菲律宾在开船 台湾在出钱 台湾在付钱 所以呢 我去了以后 我跟游戏标上 游戏标讲一句话 他说你们学生非常的好 因为我们全部穿着制服 上去操作 都是四年级的学生 个个都很强 但他说 你没有这方面的技术 我说你是指航海 他说不是 我只是瓦斯船的技术 我说你瓦斯船 也只不过就是一个专业训练 我说我们台湾也有开 他说 我不要台湾 那我说你不要 我到大陆去上海 上海那个瓦斯船的训练 这个训练基地 我也去参观过 这上海海事大学里面 他说我也不要 他说你们这些都是发生百分之百的 我说我希望你们到新加坡去搜寻 那新加坡搜寻是多少钱啊 那个职员报给我说是六千五 过来他说不对 现在改到一万块了 搜寻两个礼拜 一万块美金 我说如果是我 我一定去 为什么 我是老鬼啊 老鬼一个月 那我就发 我怎么不去 我一万块付就付啊 新加坡我也不相信 我的英文挑战不了新加坡的专业 都说 可是这些学生呢 如果你不培养他 他不可能有这个钱 那终于 编着一大灯预算了 往外国人再去念船员 所以后来呢 派了我们几个学生去 那终于就说 你去的话 火车费你们要付啊 保险费你们要付啊 结果派了一个学生 花了学校五十万 那年 学校一直跟我叫 你怎么花了那么多的钱 其实如果这个钱对中游来讲的话 皮纳子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 这些未来的生理军 如果你不培养 但是中华民国所有的瓦斯工艺 我们大潭电厂一天烧 一万两千五百吨的天然气 台湾 全台湾的老百姓 一天烧七千五百吨的天然气 所以我们台湾一天要消耗两万吨的天然气 尼比克的船一个礼拜一艘 一个礼拜一艘 我不是痛中华民国的墙 被日本人掌控 我痛是中华民国的气掌握在日本人手里 这一点我觉得 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 也只有在这边让大家知道一下 那所以这些技术 我们台湾是一点都没有 反正我就跟日本人讲 我说 因为这个船上面写的是 台大写的中文字 台大一号 台大二号 那个烟囱是一个火把 火把就是中油的标志 就是中油的 一看就是中油的船 结果我说 怎么都 一个台湾船员都没有 台湾一点都不自作 所以 只是卖瓦斯 卖油 做这个事情 我说 最表面最 没有技术程式的 掌握在台湾 上面有一点营运的 有一点货源的 有一点瓦斯船的技术 我说你们船上达到零下162度的温度 我在学上学 我们学弗力量 弗力量也不过能够打到零下30度 40度 零下达到162度 到底要靠什么样的冷媒 还有你那些材料 你船上的施工 这边我不知道有没有轮机的 那其实 它那个船上的压力是 6个NPA 6个NPA是 60个大气压力 这么高的压力 它的过热度 蒸汽过热度是高 510度C 我们柴油机 超过400度柴油机就烧掉了 它那个蒸汽的温度 可以达到510度 可以想象 那些很尖端的技术 是我们台湾拥有的船部 结果我们台湾一点技术都不要 那你日本人帮我赚钱就好吗 那这一点啊 我觉得 中油 尼米克 当然台湾是私人企业 我们没有办法去管达 人家技术爱放出来 放出来 它不要放出来 它是私人企业 那 能源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不能要求私人企业 但是我们 这些 NPG跟LNG 这些船的技术 将来 整个的这个 STCW公约的这个 B part的部分 那种危险的传播 对这个方面的要求 这是越来越高 因为将来 全球的能源就是靠它 所以这点呢 我觉得 我只是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 当然 可能这些 讲这些话也会得罪我先 但是 我觉得 我在学界 我敢讲一点 实话 我懂得实话 所以 我到日本人面前 我就觉得我矮了一截 我看到那个 米亚哈拉桑 米亚哈拉桑是公园 公园跟小孩一样 他说他是人机长 我说你这样 你跟我当商量 我就把你头给你扭掉 他每天在那里 跟我们讲话一遍 讲话一遍 都发手机 发手机 我说我在讲话 你给我发手机试试看 当然 那时候 我自己都不认为了 其实大家在外面 都是蛮好的朋友 后来 米亚哈拉桑 调到伦敦 当伦敦的这个总经理去了 所以 这一点我是觉得 让我们年轻人 有一点机会 这种船呢 是全球未来的趋势 再来呢 我很忧虑的是这一点 我们老龄船员的年龄偏高 体能会比较差 其实 国内有一招这个客船啊 跑马祖的 跑马祖的客船 船呢 八个高级船员 是台湾的 还不错 蛮爱国的 八个都是高级 平均超过六十五岁 有三个还不能投票了 有三个为什么不能投票 他超过六十五岁 他不能投海联合会的选举 大幅大幅二幅都超过了 我说 现在 人机长也超过了 人机长是我同学 所以 我觉得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我看不到明天 我看不到我们台湾垂眼的明天 都靠这些老的 因为老的是可以解决野田的问题 但是绝不了竞争力的问题 你将来的竞争力会比较弱 这一点呢 我希望 政府也好 行业界也好 想一个办法 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训练这么多的传言呢 最后我会搞成这个样子 所以 这个 专业体力的问题 还有 传言职能化转变的问题 这个 ETO的时候 前面我已经讲过了 还有高级磁蚌机架 电子机工 那高级磁蚌机架的问题 倒不是很大 那 电子机工呢 电价的问题也不会很大 但是 ETO 这个操作级的电子源 他就比招 管轮跟船户是一样的 这个持维的时候 可能要稍微多 下一点这个精神了 那这一股操训练呢 我到月中 这个 我对这个 产学这三方面的建议呢 这个 其实 加强宣导与资讯交换 像我们这次办这个 这个训练的安全讲习的话 我觉得 这个非常好啊 其实 应该让这个 房商啊 有机会也可以上台跟学生们讲一下 不要光叫我们这样 用这种 这个单方面的填鸭式的教育 这个立法达到他的实质的功效 那第二个呢 提升传言教育方面的训练 其实 我在教育界 我讲一个比较 教育 内心的话 我们的教材啊 太旧了 其实我们的教材 我现在在看的时候呢 我当初在读书就是这一套 到现在 还是这一套 一点都没有改变 其实现在我们的主力教材 是什么教材呢 1978 1978年的教材到现在呢 那个入学的学生看到这个书 这个书的年纪都比我大 后来没办 再版 再版以后 把那个日期的稍微改一下 内容没有改 封面改了 这个里面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发行日期改了 他不敢讲 这个是第一版是什么时候 所以这些 我觉得 教育界对这方面 这个 我觉得确实 航商应该可以提出来反应 你们这些教科速度吧 训练出来的学生 其实 我在美国看到的一个案例 那学生告老师卖旧货 这个法院受理 为什么呢 这个学生是医学院的学生 医学院他在毕了业以后 他去实习的时候 发现老师教他那些技术 全部市场上都没有了 他一气势下来就告 告他 老师卖旧货 确实是卖旧货 就这个 这个法院受理 这个 把这个案例的公布出来 其实 我们台湾的学生厚到的 不敢告我 告老师 这个 其实老师卖的货呢 我去听我一定很高兴 为什么 我都读书书书就是这一套 他到现在还卖这一套 所以呢 有的时候 这个 资讯太旧了 那唯一 只有靠 学生呢 在 船上的自己赶快去学 学买 他把那些旧的 把他扭掉 把新的拿进来 那这种人 第一手的技术 第一手的知识呢 越把我发挥他的功能 那 这个 这一点呢 其实 这个 在海上 我们本身得到的资料 就是比较久 这篇文章是我在 2011年 还是2012年 在 工业要生效的时候 我的感想是这么写的 全国航空 以海上 现一先天环境的限制 路上发展的国际公约 及新知技术及资讯 船长是不知 便是知知太晚 或是一知半解 从事现代化商船的工作 不仅是学校教育或 培育训练 考取了执照 就算是完成了 即使是目前我们正在忙于各办理的各种培训 也不是一次受训 而终身可用的 所谓资质培训 是一种经常性 永久性的工作 STCW公约中 对船员的要求 那更只是一种 最低的标准要求 作为一个现代化 传企业的 传播的船员 有绝对的相互要求 超过STCW公约以上 除了最新发展的国际公约 和伙伴规定的基本训练外 各种新式的航轮仪器 新知及最新电脑化的设备 学理及操作的实物 对提升技术层次 有其绝对的必要 那我就讲我在工作的时候 因为我读书比较晚 我干了人机长以后 我下来才开始读二专 因为我是水产学校 所以我读完二专以后 就读了二纪 我把我以前在船上工作的 学理部分呢 我在学校就把它搞通了 搞通了以后呢 在上船工作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到我的想法 和以前不太一样 以前就是死命的干 其实用劳力赚钱的人呢 我告诉你 你会越赚越少 你千万要用脑袋挖赚钱 脑袋挖赚钱的话 是越赚越多 越劳你赚的越多 你脑袋挖的点子 拿出来就是钞票 所以我就想到 不能再靠劳力赚钱了 所以当我到了国外的时候呢 我就想去国外看看 你看有这个文化水准的东西 我不是去看博物馆的 就是到大学去跟他们聊聊天了 那有一次我到Norfolk Norfolk的时候呢 教会司机开了一个 这个中巴 中巴拿带我们出去 说啊来带你们出去休息 其实是带我们到教会里面 先奥米豆腐一下 奥米豆腐完了 然后大家奉献一点钱 然后他就送我们去Costco去了 那奥米豆腐完了以后呢 我们去Costco 他开了车子 那我按船长的坐在前面 我就跟那个司机 我看这个司机大哥呢 就是那种配舞老兵的 可能约在配舞的老兵吃工嘛 我就说我想去迈克阿瑟纪念馆 因为我不知道迈克阿瑟 他名字叫什么 我说他姓迈克阿瑟 因为迈克阿瑟 他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讲 他死了以后呢 维基尼亚政府 给他在Norfolk 成立了一个迈克阿瑟纪念馆 那个司机一听到这个人呢 很兴奋 他马上跟我讲 他说Douglas迈克阿瑟 一路开始很兴奋的跟我讲 迈克阿瑟的这个 二次大战的生命啊 好 我送他们到Costco以后 马上带你去 迈克阿瑟纪念馆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来接你 我和船长逛了三个钟头 回来以后呢 回到船长 大夫说刚才有一个 老美的军官来找你 因为东福哥那边是美国军党 但是我没有认识美国军人 他说 他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他还会再来 那大概我到船四点了 四半日之前他来了 他来了以后呢 他明天一掏 美国海军中校 反应器官 Reactor Officer 我说你找我有何卫士呢 他说 那时候我在长龙 所以在Evergreen Evergreen的船呢 是美东 美东包括 这个Savannah 纽约 Charleston 还到加拿大的 加拿大的这个港口 然后跑地中海 不会台湾的 那1800 1800就是低中海跑意大利 西班牙 法国 这几个港口 这样两边这样跑 那时候船上14个人 机舱只有4个人 人机长 大广 二广 跟同驾 1800的船 那 他来了 他说 你们这个船 损害管制是怎么处理 我说我们船上有损害管制 但是 我们是行事 我们也有 救生 也有部署 也有灭火部署 也有紧急赌漏 各种的部署 我们都有 但是我说我们做行事的 能救 我们就救 因为我们机舱只有4个人 全船也不过14个人 那我说 可能我们做的 有这个东西 但是实质的效果 我觉得 这个意义 这个 简单的 损害管制 我们能做得到 严重的损害管制 大概我们没有办法 大家能够保密就不错了 那他既然问我这个 我想你既然来了 我就问你 我说 你那艘船几个人 他说你问这问现在吗 我说 你这个船开船 跟现在还不一样吗 他说 我这是航空母舰 我现在的人 船上是四千 四千 那当我要出去的时候 我这个机场 住上来的时候 指挥部 飞机指挥部的人 上来了以后 还有整个的 作战指挥部人上来 我是六千人 出去是六千 我想 我们海洋大学 在我那个年代 也不过就是六千人 六千个学生 他一艘船就六千个人 在台北街头要找六千个人 一点都不难 但是你要找六千个专业 所以 他们的损害管制 那绝对是完整的 他拼死拼活要救这个船 这六千个人下了海就完了 所以 你们的损害管制 那真的是 真枪死刀的要干 拼死拼活 我要把这个船 给他救回来 所以 有的时候 我们不要认为 这个SDGW这个公约 我们被他骗了 SDGW是最低的一个商业标准 这是商业标准 所以 其实 我们国家 海巡也比照这个 哪天 我们海军也比照 你说杨志浩 弄十六十六个人 二十个人 就开出去打仗吧 全资通 我说 那种 那 那种船 那个 那个造价 那不是我们商船能够比的 所以 很多我们政府的单位 他搞得清楚SDGW 他认为SDGW就是一个国际标准 那是一个国际的最低的商业标准 所以商业标准的话 一定是要以赚钱为目的 但是你的 像我们公家海巡 还有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海岩啊 海岩五号 成的时候呢 我就想讲一句话 我说你不要追求SDGW 你要第一套标准 要比SDGW 严格的 因为 S加是人最少 因为他要赚最大的钱 他什么都有保险啊 那你公务传播 公务传播的保险是全民啊 是我们拿罪人保啊 替他保啊 所以你去追求这个标准干什么啊 所以我就觉得 有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个SDGW公斤 你的 试试水准 只是达到SDGW的最低标准 但是如果你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够的话 你要把这个标准提升到某一种的程度 其实我在零国七十几年 像以前 说明说常在的时候 那个时候 常用的标准是超过的 所以 那个时候我觉得 在常用做还蛮光荣的 哎呀 这个 一般的公司呢 达不到这个标准 常用的要求的标准这么高 其实现在国内的公司呢 慢慢也都提高了 但是 好像 跟我想起来的 应该还有提升的空间 我就认为 我们在传言的训练 其实 我在常用工作的时候 我比较 抱怨的是 航空一成立就搞一个训练中心 我说怎么 海运搞了几十年 没有一个训练中心 航空还没有成立就搞一个训练 我就想到了 常用要招人 海运要招人 我添一个牌子 我验薪六万 你就自动过来了 我原来他两万多 你给我六万 我觉得 航空也不用训练了 到这个 西北 到这个 一天 我运行多长 其实 他们有很多是职业道德 还有 政府的法律规定比较严格 其实在我们国内来讲 千万不要认为 STCW就通通解决事情了 你要比 STCW 更超过它的标准 所以 建签 轨道的 眼见 的企业和传言 绝对会要求 安排传言 给予新知新计的资料 和知识的补充培训 那包括哪些呢 这是我个人的感想 装备的使用 及操作的熟练 对于有关最新航技 装备的技术 给予传言适当的训练 使深入了解其功能 及特性避免使忆 产生黑箱效应 这黑箱效应 是从日本的一篇文章里面 黑箱效应 就是因为船上 我们有很多电箱 电箱是干什么的 大家也不知道 但是知道它有一些功能 但是它 怎么做怎么操作 大家也不知道 反正开关一开 它就在做了 我就照它用 大家都知道 大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那这个呢 当它发生事故了 发生事故了以后 把它电关掉 也就没事了 也不影响到 很重大的安全 但是这些 对这个航性安全的辅助作用 是非常有作用的 但是船长呢 很多就 因为它不是很 要命的关键的这个装备 所以大家呢 就 是懂非懂 这个就叫做黑箱 那最新发展的国际公约 有关的规定 权力义务以责任 其实现在 教书里面 最难教的是公约 因为公约每天都在改 所以 其实 我们在教育界来讲 教育界 一个公约 生效以后 你要把它变成教材 都是三年以后的事情 这个三年的书出来 教材出来以后呢 这个公约可能又改了 这个时候书本呢 永远赶不上这个 科技还有法力的进步 所以尤其是现在 其实我对船长呢 也蛮 觉得 他们蛮委屈的 他们拼命地在做 全世界的公约呢 一直下来 新的东西 一直灌进来 一直灌进来 有的公文还没发出去 又改了 又再 赶快 再修正前一份公文 这个法律新规定 其实这是 全世界都面临的事情 有的时候 我碰到船员在抱怨 船员说 哇 现在规定太多了 说公司一天到 要求这么一天 我说你到公司去 你更痛苦 我告诉你 比你现在还痛苦 我宁愿到船上 其实 公司资源呢 上面被压 下面被船员往上挤 所以他挤在中间呢 办公室比船上难做 所以 有的人说 办公室都不体谅 我们船员的辛苦 你体谅他吗 他上面还有人呢 他还不是老板呢 他做不好 让他被老板看到 所以 他一直要求你 我说他既然要求了 他一定有他的 原始的依据 所以 你只是照做 我说你只是 非一点劳力嘛 你不要 他叫你做到什么样 你就给他做到什么样 做不到你告诉他 他会帮你解决嘛 我说你 只有这件事情 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所以有的时候说 我们在船上啊 有的学生 像我们这次来了不少学生 那学生说 哇 船员的薪水 也不是怎么高 我说你干船员 你千万不要看你眼前的薪水 你看后面那个 大富大管 一年半 十八个月 你干得痛快一点的话 三年四年 你就一定升到 升上去 那个薪水就更高了 哇 而且非常的快 这个管道是非常畅通的 所以人家 全都要抱怨 你抱怨公司 那公司抱怨谁 公司他没得抱怨 他往上抱怨 他就走路 所以有时候 我看到公司的职业 因为我在办公司做过 所以我能够体谅到公司 所以你 你这边苦 我帮你调到公司来 你可能比这个人做得很凶啊 你要求的更高 好 那这个建立船期的管制制度 它这个是 维定SG到710公约 即将实施 其实 严格讲讲 2012就实施了 那2012要实施也可以 你不实施 我给你五年的缓冲期 我们中华民国的政府 每次都是搞在最后 因为明天是最后一年了 2017年的1月1号 就正式全面实施 所以剩下这么短的时间 很多传言的训练 大家都在一直等 其实需要 从今年年初开始到现在 那个传言的训练的 upgrade的 还有这种新证造的训练 不停的开 传公司也一直 赶在这个时间里面 其实讲起来 有一点晚了 第四是强化海运经营体制 提升总体竞争力的政策 还有绝对必要领先他国的标准 这两天报纸的热门话题 保持现状 其实我很小在 住在左营眷村里面 那都是海军的眷色 时常写了几个打字 保持现状就是落幕 其实你保持现状 台湾人是这几年 有进步 但是进步的脚步太慢了 我们进步两步 人家进步十步 所以相对人家看我们的 你就落后了 因为这个是国际跟国际 那船公司也是一样 船公司你的技术层次不够的话 你的成分就比人家高 你的成分比人家高的话 你的竞争力就没有 你竞争力没有碰到不景气 因为现在航运是最不景气的时候 所以航运界一个一个的 很多遥遥欲罪 在那里拼命的苦撑 所以你技术层次够 你的品质够 你的竞争优势有 你赔钱会赔得比较少 赔得起 那你如果竞争优势没有的话 那就非常可怕 所以我们希望从 这个昂斯坦大 甚至到舒克斯坦大 这个台湾航运界 在世界上 其实我们的船舶数量 跟总空位 在全世界台名第12 不是很差的一个国家 所以海运的话 在台湾是在国际上 还有一点发言权的 那这我们的船员的品质方面 我希望也跟着相对的提升 那因应S加七八年生效时间的压力 结论 必须对新农约 全面的理解 那这我是对政府跟企业 对你学见 第二个呢 服务发展 重点考量 全面加强技术服务的发展 其实船上要求的是技术 要最新的技术 第三 转变智能 助理机 操作机 管理机 三层之事 必须加强其服务的效率 你在这个职位上 到底你的竞争力有多少 第四 全面创新 对以往要求不足 应加以纠正 符合公约的要求 其实现在我发现船公司一直在追求这方面的改进 其实 大家都很累 但是 新的国际公约它就是这样 那也是也没有办法 对中管官署 其实 我这个2014在里面的奖励上 我写的是2012 2014年 这现在已经2015了 其实我们已经完了 我们很多立法还没有立的 所以我们的立法 大概我也不指望了 可能用行政规章来规办吧 立吧